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明天就是6月4號了 是一個中共非常害怕的日子 而最近幾天啊 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地都有舉辦大型的哀悼活動 而近期也不乏一些粉紅啊 跑來我的個人頻道或是IG 痛罵我 說我們自己翻牆到的外網看到解放軍都是非常克制的啊 六四根本沒有死人啊 要是我翻牆沒有深入做功課的話呢 早就被你們這些 台獨媒體啊 西方媒體啊 帶風向了 都是我們造謠 於是啊 我痛定失痛 轉而支持粉紅的愛國立場 那希望各位懂的朋友知道 我接下來的言論是什麼意思啊 那現在就請各位愛國粉紅同胞們 趕快把我以下要講的消息啊 轉發到 快手、抖音、微博、小紅書上 幫助黨、闢謠 1989年5月35號這一天啊 我們人民解放軍在鄧小平同志的號召下 展開了清場運動 以趙紫陽為首的邪惡台獨勢力被打倒 為什麼是台獨呢 影片的最後會說明 鄧小平平息了這一場嚴重危害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動亂 還好鄧小平同志 機制果斷 才避免了中國走上 英美歐日韓台的破敗發展道路 在這段時間裡面 一些學生利用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死 開始推動什麼呢 要新聞自由啊 要言論出版結社等等自由 開放報禁等等一系列的反人類標準 這更嚴重的破壞中國極權文化 5000年以來的傳統 那這些暴徒學生們開始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不僅北京上海東北 甚至四川等地的城市遍地開花 而趙紫陽這個台獨啊 想藉由此機會搬倒鄧小平 展開中國有機會走向民主化的破敗之旅 連人民日報等黨媒啊 在一開始也被台獨勢力美國勢力給控制 甚至打著橫幅出來支持學生的反革命運動 在此期間啊 鄧小平表面上很理性地派出代表 跟這個學生展開談判 實則私底下在黨內鬥爭 各方僑立議 成功地收復了人民日報等話語權媒體 也在最後成功扳倒了反鄧勢力 在學生判斷兩個多月之後啊 一切準備就緒展開了這場愛國六四的清場運動 事後每個參加平亂的解放軍跟武警啊 都被頒發了首都衛士勳章 而武警身份啊 當時的國家主席啊 也同意事後要比照解放軍給予退休金 但沒想到的是 在疫情期間啊 許多參加首都保衛的武警啊 打電話去問退休金 結果所有年輕的客服人員 都不知道六四這場事情 導致他們的退休金啊 無法發放 而這個首都衛士啊 是最高榮譽勳章 我們在維基百科還可以看到 但是這個徽章在2024年的今天 卻不被允許拿出來炫耀 或是公開展示 那他還叫勳章嗎 例如2024年3月啊 中國的火箭軍 女戰士 秀出了自己父親在89政治風波的 首都衛士勳章 沒人想到這條影片啊 被下架了 那我就在想啊 像這種豐功偉業的政績啊 中國人民是不可能忘記的對吧 多虧有了8964 才成功的讓中國人民越來越幸福 人均發展社會指數啊 我們的LAM 超音超美 這幾天啊 看到輝達還有AMD 一等大佬啊 接連來我國台灣省舉辦演講跟投資AI產業 並且感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啊 串聯了這幾場AI產業的帶動活動 那由此可知就知道 還好當時我們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才有如今的台灣省的成就 所以肯定啊 這場8964啊 是有台獨勢力或是美帝國勢力控制的 中國各大媒體 各位愛國同胞我們怎麼解釋 我們不能在中國的各大平台公開的標註大V啊 黨媒啊 支持鎮壓8964的對吧 鎮揚鄧小平同志在這場的封攻偉業我們也是不被允許的 是會被刪帖封號的 那肯定就是台獨勢力 不想讓我們中國人民 記起這場運動 如何證明呢 我們看到這個報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1989年7月18日第11號公報 第26月中提到了 最終為了平息反革命暴亂 避免更大的損失啊 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 忍無可忍 退無可退 又艱難的情況之下呢 經過了一再警告 迫不得已 奉命對空鳴槍進行反擊 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 可見那些暴徒都是在天上飛的呢 所以在我們對空鳴槍的時候啊 那些暴徒才會在空中被我們擊落 可能都是美國電影鳥人吧 那由於圍觀的人非常多啊 有很多人啊 被車S的啊 被人擠的啊 也有被榴彈給S的啊 甚至也有被歹徒車槍S的 據掌握情況了解 暴亂中有3000多非軍人受傷 200多人 S 可見了中共國護院承認了這場行動是有傷亡的存在對吧 但是我們就在同一頁的下半段發現了邏輯錯亂的地方 下半段啊 疑似被台獨司令滲透篡改 由於美國之音造謠和一些有藝人士傳播 社會上一度盛傳啊 戒嚴部隊進城之後 血洗天安門廣場 造成了數千乃至數萬人S在血破之中 但實際情況是什麼呢?戒嚴部隊進入廣場之後呢 多次耐性且和平的勸降 最後開出了一條寬敞的人道救援道路 保證學生順利的平安離開 到早上五點半的時候呢 清場任務結束 所有被強制驅逸的學生啊 沒有一個人S 那有人造謠啊 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完全是胡說八道 所以我們在這單單一夜中就可以發現諸多的邏輯錯亂 首先啊 我們對空名槍 對空名槍的時候呢 又打麻雀 讓一堆鳥人啊 S掉了下來 那後半段又說 沒有任何一個學生S 那我們可以繼續看到第28月說什麼 台獨勢力趙紫陽被免除了中共軍委副主席的職位 秦仲達也被免除了化學工藝部部長職位 李菊欽也被免除了蒙古大使職位 楊虎山也被免除了駐阿拉伯大使職位 等等十幾名的中高層通通被免除 全部都是美國特務 希望各位愛國粉紅們可以在網路上批判他們 千古罪人千夫所指 不僅如此 我們還可以看到民間的各通氣版本 由中共公安局第五局編印 時間是1989年10月 裡面進入了十幾位民間叛亂分子 那如今在中國境內啊 這些通通我們都不能講被美國給壓下來 這些通氣令也都不能提在中國各社交媒體公開討論喔 所以何以見得啊 美國勢力非常的龐大 控制了中國國務院抖音微博 所以請各位愛國同胞們 打電話給自己選區的人大代表 要求他們救國勿忘六四國池 所以我宣布啊 在明天6月4號北京天安門廣場 早上8點46分啊 我們將舉辦一場愛國音樂會與愛國大遊行 首牽手互共產黨演唱曲目包括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我和我的祖國 東方紅 社會主義好 並邀請台灣島內藝人蕭敬騰演唱 唱之三歌給黨聽 以及台灣島藝人張韶涵演唱 一定要將勝利的旗幟插往台灣 下午兩點過後啊 將陸續開放現場民眾上台演唱紅歌 或是跳紅歌的中字舞 四點後我們將舉辦愛國大遊行 手牽手護中共 路線啊一路從天安門到美國駐華大使館 圓民園遺址 施洪橋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中南海 最後再回到咱們的天安門 希望各位愛黨愛國的同胞可以共襄盛舉 勿忘國恥 我們都只記得說什麼勿忘南京事件對吧 但是內亂這件事情讓我們更憤怒不平 所以我們才會漢奸漢奸的叫對吧 更何況以上的例子也證明了八九六四啊 是美國外敵跟台獨勢力操弄 那也算是一種對外戰爭的形式啦 所以我們跟一個傳播真相 讓國人同胞記得不要被美國 以及台獨勢力給煽動了 請大家不要嘴上愛黨愛國 我們要用身體付出行動 真相真理越變越明 是誰不敢讓我們在中國各平台 有資格去辯駁這一場的正義之戰呢? 如果誰不讓我們辯駁 誰就是中國人的敵人對吧? 世界各地歐美日韓台灣都有紀念這場活動 唯獨事發地點的北京沒有這場紀念活動 還在此期間每年都會禁止什麼 海外抖音直播啊 禁止中國內網的遊戲改名啊 公開喊話啊 甚至有些遊戲還推出伺服器維修兩到三天 以前香港可以紀念這個所謂的六四活動 但在國安法之後啊 被美國給滲透了 導致香港無法紀念這場活動 那像是這個畫面啊 我們可以看到 在美國的法拉盛 有兩位愛國粉紅們 遇見了舉辦六四活動的人們 並且大喊支持共產黨 打倒台獨 滾回台灣 可是我們要知道 現場很多都不是台灣人 對吧 台灣人是少部分 而一些人啊 紀念六四的人 卻被粉紅打成了台灣人 台獨滾回台灣 可見當年八九六四這場活動 是台灣人策劃了 所以我才會說 趙紫陽他是台獨 而這名愛國女粉紅啊 不小心他搞台獨了 讓台灣人滾回台灣去搞台獨 紀念六四 那也就是中共管不了台灣了 怎麼又不說滾回中國去呢 而這兩個愛國同胞的行為 非常的勇敢 明天啊 我們就是按照這樣的模式去舉辦遊行 口號是 支持共產黨 支持共產黨 打倒台獨 打倒台獨 勿忘六四 鄧小平 萬歲 趙紫陽 四漢奸 然後我們再追 喊一個支持解放軍 鎮壓六四 好棒棒 六四悼念活動 將在台北的自由廣場舉辦 從下午的兩點到晚上的九點 如果大家沒事的話 沒有班沒有課的話 下班的話 可以過來一同參與 我們不見得自我認同都是中國人 但是我們唯一共同的點是什麼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叫做中國共產黨 他從過去 到現在 以及未來 都在不斷的迫害 以及打壓我們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懸切 一定要不要瘋 我是八九 明天見 掰